真的很不想这样说 就是台湾处理这个事情 怎么会处理到这种地步 是不是一直在说谎 而且还在继续说谎 以至于你要不断地圆谎 我们看到这是吹哨者报告 那巧新在今天开记者会 他说这个根据吹哨者报告 提出的这个大陆船的 左后旋和我方的这个海巡艇 右前旋发生了碰撞导致翻覆 而且造成两名陆籍民众死亡 但是海巡署2月22号 在昨天提供的说法 和吹哨者提供的爆料几乎不同 我刚刚有列出来了 他说基层认真做事 高层不断隐秘 让大家难以理解 还有为什么昨天海巡 要更改的时间点 这份报告到底有多少人知情 包括了署长副署长 主人秘书 以及巡防组的组长 督察组组长 第一时间都已经收到了 完整的通报 所以基层人员勇于负责填写报告 但高层人员却让时间 整整消失了30分钟 那回过头来 刚刚有特别提到这个碰撞 这个碰撞后来都说 本来海巡在第一时间没有讲的 是因为基门定检署说了 他才不得不承认说 对这个船身有多次接触 承认有碰撞 那是谁撞谁 那么是否是因为碰撞 所以翻船的 请导播给我们上一张 我们回过头来来看到 因为在陆方的说法 陆方的说法 这个是死者的家属 死者的家属其中一位 这个是从中国大陆 传回来的说法也是 好反 包括了 他说海巡公布的讯息前后不宜 绝对没有讲实话 那么另外还有 这两位渔民 已经遣返回中国大陆 说当时双方在海上追逐 一个大转弯之后 船只不知为什么 熄火停了下来 台湾海巡艇却直接撞了上去 让他们船只翻覆了 可是 那当然这种 因为后来这个 中国大陆这两位生还的渔民的说法 台湾这边认为说他们怎么翻供了 当时做笔录的时候不是这样说 那当然像民进党的这些立委们 比如说像吴思耀也都会说 因为可以理解 他们回到中国大陆之后呢 可能也受到中国当局的压力 所以翻供了 好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还有这个来看到 这是我们海巡 海巡署 就直接说把笔录拿出来 就说这个 当时海巡制作笔录的时候 共称船数很快 本来就会震动 没有感觉碰撞 而且这份笔录你也签了名 这两名渔公也签了名 当时你说没感觉碰撞 怎么回到中国大陆之后 这个说法又截然不同了 那我必须说 那前两天的时候管闭领馆吗 他不是还提出了这个第三人责任险 他说这就已经是暗示有碰撞 所以这到底怎么样啊 每天说法每天一变 这个笔录 是不是我们写好让人家签的 我也不知道 我也蛮怀疑的 哪一个渔民会自己说 我们有感觉到我们有被碰撞 我们是自己落海的 这个感觉也蛮像是被压力下 要求被签的 他回到大陆去 大概有可能有接受到压力改口 可是他在台湾人生路不守 他想赶快走 他也有可能 就是我们跟他讲什么 他都签 因为这不太像是 他想赶快回家 这不太像是渔民会讲的话 我没有感觉到我们被碰撞 我们是自己蛇形翻倒的 我觉得也看起来也不太像 可是不管怎么样 事实就是有碰撞 对不对 渔民有没有感觉到 那又怎么样 就是有碰撞 今天巧新公布的是 他们海巡署内部的 一个完整的报告 如果你海巡署不承认 你可以公开说 没有这份报告 没有说的话 那代表真的有这份报告 销舍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发生碰撞以后 然后传之翻覆 他是直接这样写的 发生碰撞 然后传之翻覆 所以还不是说有发生碰撞 然后随后 传在蛇形的时候 后来翻覆 不是哦 他就直接写得清楚 发生碰撞翻覆 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 那一天早上 我有接受中天的那个 电视的那个视讯访问 我第一时间的时候 是逆挺我们海巡署的 我觉得我们本来就应该执法 尤其面对这种越界 可一不可二嘛 因为我们都相信一件事情 还巡署说 是他自己蛇形导致翻覆的 就是你知道那种飙车 然后弯车压车 然后结果就倒 就车祸了 就现在不是 是你去碰撞 好了碰撞也不是大问题 大问题是什么 你为什么第一时间 你要隐匿这件事呢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你说你没有影片 大家就觉得很瞎 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 海巡署已经说了 他们在外面执行都有密录器 就你现在说你没有 你来不及拿 因为要维持那个平衡 到底有没有影片 我也花一个问号 我高度认为应该有 我刚刚前面遇到一个民进党立委 我刚刚讲说 以我对公务人员了解 有啦 不知道录到什么不敢公布啦 可能他沿路给人家挑衅 给人家笑 说你们这些大量什么什么的 不知道 可是他没有办法公布 所以就干脆史称到底说没有 对 我们那时候就是来不及 这是第二个 你没有影片 你有什么好说的呢 所有的远景执法都有影片 何况都有密录器 何况你是海上执法 很容易涉及外国的这个走私 或是对岸的这个渔民 这时候你不是更应该保全证据吗 你怎么会海上执法人员这么粗糙 第三个是什么 时间的落差 明明第一时间就有一个详细的报告 而且都有无线电的回报 所以几点几分发生什么事情 海巡署是一清二楚 为什么第一时间的新闻稿 跟实际发生事情的时间点 差了一个小时 12点50的是海巡署要公布是1点45 就是刻意把前面那一段时间给 给miss掉了 好了 时间经过一个礼拜 海巡署都也没有更正 照今天才发现 对了 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忙着救人 所以搞错了 报告是后面事后写的 忙着救人是现场 对不对 你事后回来还弄错 可是问题是你有无线电的回报 那你后来那一份完整报告 怎么都写了一清二楚几点几分 对 公务员你执法如果被抓到 第一个你没有保全证据 第二个你说谎 或者是你说的一再的被打脸反复 你的立场就站不住脚了 坦白说你的立场就站不住脚了 今天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我都相信 再次相信海巡署说的话 他来不及拿摄影机是维持平衡 来不及去拿 然后他记错时间是 忙着救人现场慌乱 我都相信你 那我只能证明一件事情 你海巡署的基层训练 真的很差 很松散 遇到慌乱就什么SOP都没有 可是大家觉得合理吗 我们执法单位永远在执法的案子的当下 都是慌乱的啊 对不对 要不然你执什么法呢 难道对方会你一说给我镜子 他就乖乖举起手来吗 不是越是慌乱越要有SOP吗 你怎么对方一给你追 你什么SOP都没有了 那你未来两岸之间 海上执法 层出不穷的状况 我们海巡署是不是都是这样子呢 到底是海巡署的训练很差 还是这件事情确实有难言之意 只能宁可承认自己 也不能承认事实 到底是哪一个 这几天大家开始有讨论到说 当年的广大信号 当年的广大信号是 台湾的渔民被菲律宾的海警持枪射杀 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 当年事情发生以后 菲律宾虽然知道他们屡亏 两国一度关系也紧张 当时的杜特蒂 他还是纳某市的市长 他正准备要选总统 杜特蒂 他还透过他办公室 找到台北市市长办公室的电话 直接亲自打电话来道歉 他没有办法透过外交部 因为我们跟菲律宾没有 对 所以他是跟台北市 他认为我们是首都 所以他打电话来道歉 他认为这是菲律宾海警做的不对 好 那人家杜特蒂当年有这样的格局 那今天台湾的 不管是管碧林也好 郑文燦也好 陈建仁也好 你们是什么样子 死不肯认错 我跟你讲认错不是跟大陆低头 认错是对这个失去的生命的 一个道义的责任 如果真的有错 然后第二个认错是 改善检讨我们下一次海上执法的时候 不要再出现这种状况 因为这会让台湾在两岸关系 陷于非常被动的情况 现在我们就是非常被动 因为真的有人命伤亡 然后我们真的提不出证据 我们的说法一变再变 那你真的说对方有错 对方走失或对方越界捕鱼 你连证据影片都没有 对最大问题在这里 你连证据影片都没有 这不是很瞎吗 警察说我超数 我说你把照片拿出来 你把影像拿出来 我没有你反正就是超数 换做我们 会不会去提起行政诉讼 会不会去提起国陪 对啊 何况今天是两岸 所以不是我们不挺我们自己的政府 不是我们不挺我们自己的海巡署 可是像管毕林 像民进党那样 一味的死鸭子硬嘴巴的包庇 你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了 你下一次再发生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拘于像现在非常被动 没有办法主张我们自己的立场的窘境 现场如果有罗自证自然而言就会有影片 你的好朋友 对自然而言就有影片 那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不相信说没有影片 为什么我觉得有灭证 两个原因 第一个其实在2019年当时 大家就已经发现海巡在执法的时候 会有很多争议 所以立法院就已经要求说要录影 那是2019年的事情 那今天已经是2024年 经过五年了 所以大家能够想象说 这五年都没录影吗 我不相信 真的如果说这五年里面 只要有遇到一个争议事件 那就会被骂爆了 怎么可能五年都没有争议事件 然后只有这一个案子没有录影 真的不相信 而且当时2020年 海巡署的署长办公室 也在脸书上面 也在那边票选什么海巡署的衣服 那大家都讨论过 所以怎么可能没有 第二个就是这件事情 真的这个案件真的太多疑点了 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该有录影 却没有 然后疑点那么多又说不清楚 是不是原本其实是有的 然后你不敢拿出来 这是大家的疑惑 那我觉得我要 我要再次谴责陈建仁 因为陈建仁今天早上 去立法院的时候 接受美丽防卫 针对这个事情他说什么 他说 金门地检署并没有说是 是因为碰撞所以反覆 请你不要以而传而 有心人士不要以而传而 所以你看他讲这个事情 还在政治操作 你讲话就好好讲话了嘛 你讲个有心人士是什么意思 今天大家在检讨这个事情不行吗 就是因为你没做好 所以在检讨你啊 你怎么可以把所有检讨你的人 全部灌上一个有心人士的四个字呢 又变成政治操作 第二件事情什么叫以而传而 什么是而 而就是谣言的意思 他现在就是定调 他直接定调 任何人只要讲说 这个三无鱼船 他是因为碰撞颁覆的就是谣言 他就直接定调 他就说不要以而传而 否则的话他可以换一种说法 他可以说 现在这个事情我们还调查当中 在真相还没出来的时候 请大家先不要妄加评论 这个我可以接受 对不对 这中信嘛 他是直接说你只要碰撞翻覆 就是谣言啊 然后还说你是有心人士 这种行政院长 有这种行政院长吗 然后行政院长有没有在下指导旗 因为金门地检署 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碰撞的时候 最早是金门地检署披露出来 后来金门地检署就说 上级指示叫我们不要乱讲话 他们知道他们被封口了 对啊 那这个上级是谁 上级是不是法务部 法务部的长官是谁 行政院长 所以最基层的检察官 听到行政院长都这样说 原来讲碰撞翻覆式谣言 那我们会不会就 往行政院长想要的方向去侦办 所以我认为陈建人是非常可恶 然后第二个 陈建人说法被管门地检打脸了嘛 因为管门地检现在一直在讲说 我当时就没有隐匿啊 我不是有讲说第三人责任险吗 什么叫做第三人责任险 第三人责任险就是说 当发生事故 以至于第三人受伤或死亡的话 保险有给付的责任嘛 那管门地检不就已经讲了嘛 这就是碰撞 以至于遗传翻覆嘛 否则这跟第三人责任险什么关系 对 对不对 所以陈建人 陈建人这种说法真的 我真的听不下去了 那管门地检当然也是不遑多让嘛 就是说 你一开始讲第三人责任险 你不讲碰撞 你就是在避重就轻嘛 不然你就讲碰撞就好了 你干嘛 你干嘛在考验大家对保险的知识哦 就不敢讲嘛 就是不敢讲嘛 所以你看民进党官员都这样 而且要暗示一指暗示是怎么回事啊 你不能明说吗 对啊 你直接讲就好 我是听人懂保险哦 对不对 大家懂保险吗 都学保险系毕业的哦 你就讲说有碰撞嘛 你为什么不敢讲 你怕觉得你会有责任啊 就是这样啊 然后还有一个我要谴责就是 你知道 管门林今天说 他说哎呀 那个院长发现我们原来海巡啊 很缺密录器 要编两千多万去买密录器啊 突然之间 然后又说那个像那种 我们那海艇上面 要固定式的录影设备啦 也要用第二预备金来编列 来买啦 什么叫第二预备金 第二预备金就是很紧急的情况之下 就去采购 哎问题是 这几年来大家都告诉你说 海巡要有录影设备嘛 之前都说有有有啊 对啊 立法院的时候不是立委提案 他们也说有啊 有啊 海巡那边都有啊 一直叫你编议算 你就你要嘛就是 你失职你没有去买嘛 要嘛就是骗人嘛 你现在就是说因为我没有 所以我没录到嘛 你要嘛就骗人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失职啊 那你还好意思大言不惭的在那边 缓逼你还每天都要跟人家吵架你知道吗 今天也不知道polo是什么啦 后来他删掉了 也是你可能是想跟他吵架 但是后来自己觉得不妥又把他删掉 所以这种 这种官员啊 这种官员我们其实大家 也不是说什么 因为民进党他们又在政治操作 就是讲说你们怎么都不帮海军讲话 都要帮对岸讲话 不是大家就是要真相 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政府 什么事情都要隐瞒啦 什么事情都先骗再说 那今天这个事情你可以先骗再说 实安的也是先骗再说 那其他所有事情就是在先骗再说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事情越演越烈的嘛 不过实安的事情 你还是官启门来自己家的事啊 你这个牵涉到对岸啊 你怎么先骗再说 先到对岸啊 然后美国的白宫 美国白宫国务 都同时认识这个事情发表声明 然后认为事太严重了 要赶快解决 然后两岸没有对话的管道嘛 然后我们的总统 白宫是美国总统 但我们我国总统呢 大家还记得是谁吗 蔡英文 大家还记得是谁吗 一句话没讲耶 我昨天去看她脸书 没有 我们每天都在看 介绍一本好书啦 书展 推荐大家去买书啦 我也推荐你一本书啦好不好 面对问题不要逃避 好不好 因为你要面对问题不要逃避 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你看 所以大家 这个你再讲下去 不觉得这个政府真的是 让人家真的很摇头啦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天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有 efect 有 直接 可 twelve alt 饲ıt 闻